中秋的第一天放假 那是奇异的呢 就突然决定想要拍个vlog了 今天呢 是中秋之后的第一天放假嘛 然后呢 我跟家里人一起出来 就是算是小小的旅行了一会儿 然后呢 就说要吃个饭嘛 结果没想到我们来了一间 他说是可以边泡脚边吃饭的一间餐厅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听到 然后也觉得挺神奇的 等一下带大家看看 这边其实有很多这种 可爱的摆件 对 哈哈 挺可爱的 然后从这边看过去 挺漂亮的 对 这边就是吃火锅然后泡着脚 吃完了 就挺舒服的 嗯 然后 刚刚还发了个朋友圈 哈哈 哈哈哈 突然看到了一只猫咪 你看他在跟我撒嬌耶 好可爱啊 你在跟我撒嬌吗 他真的相信我耶 他把肚子丢我 看不太厉害了 这个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